南瓜長得要大顆 所以不能太多 這個分枝的不能太多 要把它 你看這個分枝的不能太多 要把它拔掉 這個可能就是拔掉的 這個可能就是拔掉的 這個可能就是拔掉的那個 那個 那個魚皮 拔掉這樣然後那個 長得那個 南瓜才會大顆 沒有太多 分散的營養 生命力很強 把它折沒有斷的話 它還是還會活著 你看可以 已經有兩條上來了 大概就是 控制最多兩條 不然就是用回料多一點來試試看 做實驗